巴黎半奥运 中国企业正翻了 有人说巴黎负责浪漫 中国负责实现 还正有道理 开幕式上的赛博烟花表演 深圳的千架无人机编队 塞纳河边的巨星LED屏幕是中国生产的 8K高清转播车和技术服务是中国洋馆总台的 开幕式及响舞是一屋的 就连游客乘坐的智能驾驶公交 甚至安检们也是从中国运来的 可以说开幕式刚开始 中国制造就已经抢占了巴黎奥运会 这还没完 除了开幕式 比赛开始后 中国制造只会更多了 从足球 乒乓球 篮球地板 到智能地毯 奥运周边礼物等等 只要你能看到和想到的 大部分都是中国企业生产的 因为中国产品的比例太高了 高到法国上下都有点生气了 奥运会的目的就是宣传主办国的科技 人文 社会发展等等 然后借着奥运会提升本国的制造业 旅游业等等 因此花再多的钱 后面都可以挣回来 巴黎奥运会可倒好 自家花钱 展示的却是中国制造 难道我大巴黎制造就这么落后吗 事实是还真落后 甚至比法国大部分人想象的还要落后 如果没有中国产品 法国的赛博奥运会都得卸菜了 2022年时就有过类似的案例 当时法国公布了奥运吉祥物的灵感 说它是法国大革命化身 玛丽安娜头上戴的红色三角形帽子 象征着自由 然而这个发布会后 法国人却怒了 他们生气的不是灵感来源 而是吉祥物制造商 法国的两家玩具制造商 只获得了8%的份额 其他全部外包给中国生产 法国道德企业主协会愤怒地说 这也是所有法国企业主的耻辱 要知道 欧美国家一直都宣传 中国商品比较劣质 宣传多了 欧美国家的普通人也就信了 把中国制造当作低端产品 现在你将吉祥物交给他们生产 这也不是赤裸裸地打法国企业的脸吗 难道法国那么多企业 就找不到一家可以生产吉祥物的吗 不行 一定要抵制 愤怒的法国人发挥了抗议的精神 扬言要巨买中国生产的吉祥物 却连法新社都发表文章说 吉祥物可能销售不出去了 最后法国发言人被迫出面解释 说我们也想在法国制造 但是臣妾真的办不到 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 制造200万个娃吧 单靠法国根本办不到 在他的解释下 法国人这才发现 原来自家的两个吉祥物制造厂的原材料 也是来自中国 他们只是将原材料进口后 再组装就完少了 8%的份额 已经是法国最后的倔强了 如果全部给这两家工厂 不说价格标上好几倍 单单产能就扛不住 总之 这次世界闹得特别大 法国媒体还专门派人到义乌去调查 最后还是只能依靠义乌来生产吉祥物 然而让法国人没想到的是 吉祥物只是中国制造绝体 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产品而已 当法国人深入举办奥运会后 他们需要依赖中国制造的领域越来越多 法国要举办简朴 浪漫 科幻 环保的奥运会 为此法国团队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浪漫环节 什么赛拿和上游行 巨型屏幕转播 篮球地板变换颜色 彩色乒乓球桌子 无人机赛博表演 无人公交车科技秀等等 可是当他们开始建造场所的时候 傻眼了 他们能想到的浪漫 只有中国企业能帮忙实现 无人机挂烟花 中国的绝火 无人智慧公交车 中国企业是领头羊 LED屏幕 中国世界领先 赛事转播 中国央广 经验丰富 连东京奥运会都是用他们的 乒乓球彩色桌子 只有中国能生产 足球里面嵌入芯片 中国有一整套的技术支持 奥运会周边 中国可以提供数百种分等 只要法国能想到的浪漫 中国企业就能想办法实现 如果一家中国企业不行 那就再叫一家 而且你不用还不行 因为中国企业不仅价格便宜 性能好 服务更是一流 巴黎奥运会不想多花钱 还想浪漫 就只能中国企业来做 可能这就是别人负责浪漫 中国负责实现的最绝佳的故事了吧 当然了 浪漫留给巴黎 挣钱和品牌信誉 就只能给中国了